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搶救衣櫃時間了 我是MOMO 我們今天請到一個很可愛的飾人model 她叫做Kelly Kelly 我想問問看 就是你最近有沒有什麼穿搭上的困擾呢? 有 最近我在網上有看到一些擺摺裙的穿搭 可是我自己實際買了之後 我不知道怎麼搭配 所以你的問題出在於很流行的擺摺裙就對了 好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看你的衣櫃 就看你們有什麼變化喔 我發現你的衣櫃裡面毛衣居多欸 但是我覺得 因為毛衣都比較寬鬆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一些比較合身的搭配 比如說 像是這一件 這種比較合身 就是比較窄版的上半身 然後搭配有點蓬蓬的下半身應該蠻可愛的 但是我覺得像你自己這一件毛衣啊 事實上搭配起來也蠻可愛的 就是 寬寬的 走一些比較甜美可愛的風格 其實我第一眼看到Kelly的時候 就覺得她是個時髦女孩子 看完她的衣櫃之後 我更加確定她就是 但是我覺得她的單品的相似性 比較高的 所以我覺得她可以嘗試更多不一樣的襯 第一套我想呈現的是日系甜美風 所以我選擇了比較寬版的真織上衣 搭配上白摺裙 來呈現日系的甜美可愛感 白摺裙一向給人家比較甜美跟優雅的感覺 但是我想要嘗試不一樣的look 所以我選擇了休閒感比較重的單名歪套 跟條紋正式衫來呈現出 休閒中又帶有一點優雅的感覺 剛剛看了Kelly的衣櫃 發現她很多上半身都是比較短版 所以我們特別準備了長版的真飾背心跟襯衫 來做一個不一樣的程式搭配 而且擺的可以剛剛好只露出下白 這樣子也非常的可愛 而且這套穿她搭配上大衣外套也很OK喔 Kelly經過今天的改造 你最喜歡哪一套呢 我比較喜歡第一套 因為我覺得她的上半身的顏色比較鮮艷 然後搭配起來的日系風 那很像走在日本的街頭上的感覺 嗯 還想知道更多的流行資訊嗎 請鎖定lookin美人時髦話題王